早上起床了 天空和大海 Good morning 起床了 起床了 我去洗手 不 哥哥 我来吧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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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早餐 睡醒了 没有 你饶了我 你才饶了我好不好 你明知道弟弟一定要一家人一起吃早餐的 你可以自动一点 你去骗他 你说我生病 或者我死都算了 不要乱讲话 快点过去 喂 你在补齐我打你啊 行不行 你打了你我打不过我 你让我睡多十分钟 多十分钟 快点起来不然我不可以去上班了 我要迟到了 那就不要上了 你们在干什么 你再不起床的话 别想去宿舍住了 嗯 为什么一定要大家一起吃呢 分开吃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不行 无法沟通 可以吃早餐吗 每天一样的东西 香肠 鸡蛋怎么吃 有的吃就吃 还要咸 至少弟弟每天早上 都要准备早餐给我们 你知道吗 睡得像死猪一样 我当兵的时候每天五点就起了 你在干嘛你还在睡觉 我现在当完兵我多睡一下不可以吗 你就好喽 都不用当兵 为什么 吃早餐吧 天尾就快要开学了 以后想睡迟一点都没有机会了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好命 我们以前都是天还没亮就起来做工的 我每天不是被吵醒就是被威胁很好命吗 谁 谁吵你 一个很讨厌的人我想给他一把 谁 谁 我我我帮你给他一把 你不要管他 哥哥乱讲话 哥哥 为什么不吃 我坐下来很给你面子的好不好 哥哥等一下会吃的 你快点 要迟到了 哥哥不吃 我不散水 我是不会吃的 哥哥不吃 我不散水 那你就不要上了 吃一口而已 那么难吗 这不是吃一口难不难的问题 这是原则的问题 我们不能一直这样惯着他 他要知道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现在吃什么 坐哪里 都要听他说这样合理吗 这个坐牢有什么两样 你说够了没有 那你现在是吃还是不吃 吃 我最喜欢吃香肠 哥哥吃早餐了 给你走了 来 老妈妈 带安宁一身学 让他在家里休息吧 你拿着盒子在手上摇来摇去 他会头晕的 这就贴口和大海 天才啊 到了待会儿去做工 你自己大巴士去可以吗 是的 弟弟 这个一定要带着 不可以脱下来 好吗 人家就会笑我 只要笑就让他笑 不要去管他们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记得打电话给爸爸跟妈妈 知道吗 先我就放心 现在我们搬到这里才一个多月 我怕他不熟悉 我先会迷路 不如叫天伟带下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带 你工作不是很忙吗 还有一点时间了 可以 那如果你忙的话 我带弟弟吧 不用了 我比较顺努 走了 小心点 哥哥 郑天才 我没有空接你 会不会自己回家 我 我要吃太酸饭 可以 不过吃完就回家 听到没有 乱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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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小姐,我可以坐下来跟你一起吃吗? 真巧啊! 我可以坐下来跟你一起吃吗? 谢谢! 你剪纸皮做什么 给Auntie 哪个Auntie 你懂得回家吗 没有人来带你 别简单 不卫生 慢慢吃 别急慢慢吃 老奖 不要动 老奖 你说不要动了 如果这个是真的枪 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我也要打爆你的头 老奖 现在聪明了 会自己回家了 哥哥 天才不是聪明 天仔 你好 我没有打爆你 你打我吧 你打我吗 没有 你打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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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打我吗 你打我吗 跟你说多少次别乱跟陌生人说话 他 朋友有 我先去买点东西 你懂得上楼